将近三个月的疫情最忙碌的目过于站在第一线的医护和消防人员 高雄一间餐饮集团为了尽一份心力 从4月20号到30号连续10天送出600个便当 给高雄市7家医院以及3个消防分队 便当的菜色大多选用当季的蔬食 并且用少油少盐的烹调方式来照顾前线人员的健康 餐饮集团人员把健康营养的便当 亲手送到国军左营分院护理师手中 感谢这近三个月的抗疫辛劳 特别感谢我们医护人员的付出 因为我知道你们有的时候连吃饭都没有按时吃 所以希望这个便当能够就是为大家补充一点营养跟体力 我希望我们也有时间可以吃饭 那我们身为现在医护人员 我们当然也希望监视我们的防疫岗位 希望大家都能健健康康的 然后一起度过这一次的疫情 一百多天破眠不休 前线医护人员为了防疫工作 几乎没办法正常用餐 餐饮集团为感念辛劳 从4月20到30号连续10天送出600个便当 给高雄7家医院及3个消防分队人员 这些前线的护理人员吃得健康 你们为我们的健康把关 我们也为你们健康做把关 打开便当有肉有蛋还有菜 色泽鲜美让人看了时遇大开 厨师还以少油少盐的健康导向 让医护人员吃多了也不怕胖 少油然后低热量的健康便当 然后配合当季的一些蔬菜 然后用水煮的方式 然后去做这个健康的高签便当 其实大家同仁就是上班就是要早餐吃饱一点来上班 对啊 所以看到这样子的 所以他这边就很开心 希望我们以后都有时间可以准时吃饭 不止便当 餐饮集团还贴心提供饮品 让医护人员忙碌之余 也别忘了补充水分 防疫的期间有不少餐饮集团业者免费送餐饮 就需要为他们加油打击 也让社会多点温情 谢谢你们 谢谢 记者李嘉隆 吴绍军 高纯报道